大家好,我是叶子元老师 欢迎大家观看由我录视的Java并发变成原理与实战 在导致比较早 我们本节课呢,来了解一个 这个在我们这个Java的这个内存模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叫做Happens Before 从字面上一直来理解就是发生在之前是吧 那么这个这块内容呢 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对我们这个并发的理解上也好 在这个面试工作中,面试过程中啊 也都是比较经常会遇见的一些这个出现频率比较高的一些问题 那么首先说这个什么是Happens Before呢 这个Happens Before是用来指定两个操作之间的这个执行顺序 也就是说比如说A Happens Before B 那么这个我们就当然这么说不准确啊 就说A可能在这个B之前执行 这当然是不对的啊 就是说它主要是提供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两个操作啊 两个操作可能是在同一个线程中 也可能是在不同的线程中 那么我们为了保证就是说这个这个Happens Before它能干嘛呢 比如说这个A Happens Before B 其实它并不一定是在并不能保证A在B之前一定执行 只是保证了什么呢 就是说内存的可见性 就是说这个A的操作对B它是可见的啊 它是对B可见的嗯所以啊刚才不要就说一定不能理解成就是说比如说A Happens Before B 那么就是A一定在B之前执行那是不一定的啊不一定的 那么在Java的内存模型中如果一个操作执行的结果需要对另一个操作可见啊 它主要就是保证这个问题的就A Happens Before B 那么这个A的操作一定是B一定是对B可见的啊 那么这两个操作之间就必然存在着Happens Before关系 嗯这就是关于这个Happens Before 然后接着呢这个Happens Before呀 它有下列这么几个规则啊 下面那么几个规则 嗯第一个呢是程序顺序规则啊 第二个监视器锁规则呃Valuteal变量规则传递性以及start规则以及转规则 嗯那么可能我们在看上面这一堆的时候呢感觉可能还是有点不太好理解呃这个Happens Before 那么到后边通过我们的这个Happens Before的这几个规则啊 我们来呃这个对这个Happens Before有一个这个呃更深入的认识啊 当然了呃我们到后边还会对这个啊 Happens Before就比方我们在了解Valuteal的内存语义 包括这个锁的内存语义的时候啊 还会再去了解它 好那么我们来看首先第一个什么是程序顺序规则啊 呃其实说白了这个是最简单的一种这个Happens Before规则 也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Happens Before规则 呃单个线程中的每个操作总是前一个操作Happens Before 于该线程中的任意后续操作呃这个就非常好理解了是吧 就就是就说不一定是单就是说多线程环境中的每个线程或者是单个线程都可以啊 就是说每每一个操作总是前一个操作Happens Before就是发生在该线程的任意后续操作的之前 就是说我们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最简单的定义了一个边量A边量B边量C 那么先给A复制再给B复制再给C复制 那么呃这三个操作就是 就是第一个发生在第二个之前是吧 就是Ahappens BeforeB是吧 非常简单啊 来写个例子 嗯 第一个啊 Demo Einter A Einter B Einter C吧 然后呢 这里边有一个方法 Publet A 首先呢给A复制 4等于2B等于10C等于A加B 这就是一个最终呢打印一个C 然后我们来写一个卖方法 自行6一个Demo 第二A方法对吧 那么这个结果是多少呀 这个结果对我们来讲是太简单了吧 显然就是12 然后呢我们看那个跟我们程序顺序规则有什么关系呢 程序顺序啊 就是按程序的顺序去进行 那个单个线程每个操作总是前一个操作 HAPPENS BEFORE U 然后呢这个后续操作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方来给它标注一下啊 比如说这个操作 1操作2操作3操作4 那么在这里呢 这个我们说这个程序顺序位置啊 就是1 HAPPENS HAPPENS BEFORE U 是吧 2 HAPPENS BEPFOR 3 3 HAPPENS BEPFOR 4 等等啊 往下 呃就是说这样 这就是所谓的这个HAPPENS BEFORE啊 呃 那么 我们说 有了HAPPENS BEFORE这个关系 他说保证的是什么呀 是一个操作的执行结果对另一个操作可见 他能不能保证 这个前面的操作一定是优先于后边操作先执行呢 这是不不一定的 那么我们这个 之前了解过这个关于重排序的问题啊 重排序的问题 那么如果如果这一节可能放在这个重排序之前的话 那么大家可可以直接跳过去 先看一下重排序相关的内容再回过来看这个 呃 现在还没就是说这个 不一定这个这一节的视频是放在这个 呃 重排序之前还是重排序之后啊 这也没关系 呃 然后呢 就是说这个 如果了解这个重排序的话 肯定是知道这个 呃 这两个数据之间是有这个 呃 没有 没有什么关系的 是吧 就是 呃 没有数据的依赖性 没有数据的依赖性 那没有数据依赖性呢 那么这个 cpu或者我们的这个 呃 讯息机就可能会对这个 为了提高我们程序的执行性呢 会对的 这个指令或者这个代码进行这个 呃 重排序啊 就所谓的可能就这么执行了 先执行这个b.14再执行a.12 那么 是这种情况 所以呢 就是说这个 呃 一happens before 2 并不能保证这个 呃 这个一操作一定是优于二操作之前执行的啊 呃 那么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对于这个加瓦内存模型来讲 就是说他也是支持这种操作的 首先呢 让我们来看这两个操作 首先呢 就是说没有这个 呃 所谓的这个 呃 可见性问题对不对 那么 不管是一发生在前还是发生在二发生在前 呃 然后下边二happens before 三 三happens before 四 其实这个 另外我们也可以推出来就是说一happens before 三 一happens before 四 二happens before 三 二happens before 四 呃 其实我们也看到了 其实就是说每前一个操作总是呃 该线程中的任意后续操作啊 任意后续操作 就是说一就是happens before 二三 四 然后后边还有呢 肯定还是任意的啊 任意的 这是第一个程序程序规则比较好理解 那么通过这个程序程序规则理解完之后呢 我们下边来看这个监视器规则 呃 理解完第一个之后 我们再往下看就比较轻松了 呃 对于一个锁的解锁总是happens before 于这个随后对这个锁的加锁 嗯 同一个锁啊 首先是 嗯 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到后边讲那个锁的内存语义的时候 还会再提这件事啊 嗯 咱们 咱们 这里边有两个方法 public void A方法 再来一个public void B方法 然后呢 呃 这里边我们来一个synchronized 这里边也来一个synchronized 呃 其实我们用synchronized不太好 说明了一个问题啊 其实我们用这个 就用我们显示的这个锁 lock 比如说 private lock lock 另一个reentranted lock 在这里边 那么 A呢 就是lock.lock 然后 解锁呢 就是lock.unlock 然后 b也是 加锁lock.lock lock lock.unlock 然后这里边呢 答应一句话 就方法执行嘛 方法体的内容 这个无所谓 我们不关注它 关注的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这个啊 对于一个锁的解锁 总是happens before 于这个 最后对这个锁的加锁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方法 先执行A再执行 有一个现成先执行了A 再执行B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了 首先是加锁解锁 加锁解锁 也就是说这个操作 比如说我们把它 嗯作为一操作一啊 就是解锁 那么这个呢 就是操作二 这个加锁 嗯 那么 根据我们的这个 规则来讲 那么这个一操作 肯定是happens before于 二啊 happens before于二 这就是所谓的监视器规则 这就是监视器规则啊 再往下就是volatile变量规则 那么其实volatile变量规则呢 跟我们的这个 呃 呃监视器的规则类似啊 类似对于一个volatile域的写 其实就是被volatile修饰的那关键字啊 happens before于任意 后续对这个volatile 呃就是这个 对他的写啊 happens before于任意 后续对这个volatile域的读 嗯 这个也是比较好理解的啊 嗯 我们就不再举例子了 到后边讲那个volatile 内存余意的时候还会再说 其实跟那个类似啊 跟那个类似 嗯 如果对happens 对这个volatile比较熟悉的朋友 可能 在对方也能就是了解的大概啊 再往下就是所谓的传递性啊 传递性 那么这个传递性呢 我们应该是已经见过了 也比较简单 就是说这个啊 对于这种a happens before b b happens before c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a一定是happens before 一定是happens before c的啊 ok 然后后边还有一个就是start规则和这个 join规则 那么这两个规则分别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 比如说在a线 层中 比如说在a线层中那个调用了一个b线层 那么这个a线层中的所有代码肯定是这个 呃 happens before 于这个b 线层呢 happens before 于b 线层 那么我们可以简单的来写一下啊 非常简单 你有一个demo 3 在这里边呢 呃 我们public void 可以的a方法吧 还是在这里边呢 就没有一个先打印一句话 作为这个a操作 啊 e操作吧 这个 外部线层的 启动 另外 一个 线层的 线层 方法 然后呢 6一个 slide start 在这里边随便写一句话 6一个runable 这是另外一个吧 就是 操作2啊 那么就说这个操作啊 就是 1肯定是happens before 2的啊 1happens before 2 呃 这是关于这个 呃 我们所谓的这个start规则 start规则 呃 然后再往下说这个 还有一个叫做照应规则 对不对 呃 那么在一个地方去进行照应了 那么这个 呃 照应的这个线层肯定是happens before 于这个 呃 他之前的就是说这个 这一块的这个 呃 这个这个 这这就是happens before 就是他 所调用他的那个线层的所有代码 这两个其实 呃 正好相当于是一个反的过程 反的过程 好了 这就是关于这个happens before的一些 简单的认识啊 我们主要了解了 就是说这个什么的happens before 然后呢 以及这个happens before的一些规则 那么等我们后续在 了解这个volatile内存语义 以及锁的这个内存语义的时候 我们还会再对这个 嗯 happens before进行一个 嗯 还会再跟这个happens before进行打交道啊 好了 那么我们这个本节课呢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